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没有女人的国家 是一部03年上映的印度剧情电影 豆瓣评分7.6 可以说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剧情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看完电影后 心中那种深深的愤怒和恶心的感受持续了两久 在印度的某些地方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 听到这个消息更加让人愕然 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印度偏远的山村里发生的可怕的故事 在那个村子里生下来的儿子才是好的 女婴被溺斃的现象十分的频繁 一个地主的家里有五个儿子 他想要娶一个妻子 但是因为村庄太重男轻女 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女孩很少 地主想娶一个妻子非常困难 在牧师的帮助下 他找到了女孩卡尔基 但是卡尔基的父亲竟然提出了要十万卢布的天价聘礼 谁知道地主竟然出了五十万 条件是卡尔基要做地主五个孩子的老婆 没想到卡尔基的父亲竟然为了钱同意了这桩交易 哪怕自己的女儿要服侍五个男人 他都在所不惜 可是卡尔基嫁过去之后发现 不止每天晚上都要和一个丈夫一起睡觉 剩下的两天竟然还要遭受地主公共的侮辱 这样的生活简直生不如死 但是地主家里最小的儿子给了卡尔基希望 以及卡尔基想象中最渴望的爱情 因为有了小儿子 卡尔基即使忍受着这样的生活也可以煎熬下去 只是因为这份爱情却遭到了地主家其他男人的嫉妒 最终最小的儿子被害死 卡尔基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卡尔基想要逃离这里 但是帮助他逃离的小仆人却被杀死 卡尔基被抓回来 待遇变得更加的凄惨 他被锁在了牛棚里 就像一个牲口 曾经那个森林里的天使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本来小仆人被杀死 小仆人的家人想要报仇 但是小仆人的父亲和哥哥看到卡尔基之后 竟然也对卡尔基施暴 所以卡尔基在牛棚里的日子 要反复的被六个男人轮流强暴 失去了一切信念的卡尔基 应该已经感到麻木 活着不过是痛苦 这样的生活对于女人来说 甚至不如彻底死去 要来得痛快 可是卡尔基怀孕了 所有的人都以为孩子是自己的 所以地主和农民的战争开始了 最终村民们赢了 而卡尔基也在牛棚中生下了一个女婴 电影假然而止 我们不知道卡尔基和他最终生下的女婴 命运会如何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又能有什么希望呢 这部电影抨击了在印度的女人 被严重的物欲化 男女严重的不平等 虽然用了夸张的手法 但是依旧取材于现实 而这样的现实太过于让人心寒 女人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吧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霜丧